各位網友早晨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4年1月13日 星期六 來到上午的第一節先和各位網友講講香港各大最新的資訊頁 先講講有關天文台的最新預測 據報下星期即是溫度過山車 最新的預測估計有其中一晚會急跌8度 最新的天氣情況如何和各位一起講講 另必須講講一宗怪物 據報黃隱書院中二的電腦科是洩露史卷 令到全級都要重考 究竟是怎樣的消息和各位一起了解一下 另外亦講講香港各大最新的新聞葉說 講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路有機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最新報道 1月21日渣馬氣溫顯著下降 一晚急跌8度 清晨起跑謹記要做好保暖地說 報道的流氓提到天文台表示 乾燥的東北季後風會在未來一兩天繼續影響廣東 而一股達到強風程度的季後風補充 會在星期一抵達華南沿岸 下周中期該區風勢頗大 預料另一股季後風會在下周末抵達華南 氣溫顯著下降 根據天文台的九天天氣預報 渣打馬拉松當日 1月21日星期日 氣溫顯著下降 一日跌8度 星期日的氣溫介乎16至21度 跑手門清晨起跑的時間 謹記要做好保暖措施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 亦都是天文台的最新資訊 據報最新的溫度預測就出了 接下來這個星期日 1月21日氣溫顯著下降 估計一夜之間跌8度 剛好就撞正渣打馬拉松 估計一群跑手 下午起床的時間應該相當冷 另外亦都說這宗怪物 根據HK01的獨家消息 黃隱書院中二的電腦科 洩漏試卷 全級約會140位學生要重考 據報有教師忘記拿走影印房裡的試卷 報導的流氓在這裡 官校之手黃隱書院 是發生疑似試卷外洩 中二全級約會140位學生 下個星期要重考電腦科 據了解負責電腦科的教師 印試卷的時候 忘記拿回 留在印刷房 其而被其他教師發現 不過考試已經舉行了 但恐怕試題早已外洩造成不公平 所以校方決定重考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據報黃隱書院有個老師大頭蝦 忘記拿走影印房裡的試卷 估計試卷有機會外洩 結果要決定全級約會140位學生要重考 事件亦驚動了教育局 據報是密切跟進當中 另外也提到這宗消息 根據星島申訴王的報道 郭泰狂取消航班 准新娘失預算 恐怕父母無法官禮 報道機內也提到 郭泰在聖誕檔期至今 取消和調動多班的航機 令到旅客大失預算 星島申訴王收到不少讀者申訴 當中包括在聖誕期間 航班臨時被取消的陳先生 還有現在身處澳洲 將會在2月在當地舉行婚禮的何小姐 兩人都表示對國泰是非常失望的 港人何小姐現時身處澳洲 她接受星島申訴王訪問的時間表示 她早於半年前已經幫父母訂了2月份 香港非澳洲的國泰機票 安排好父母出席自己的婚禮 何小姐就說 我都見國泰最近不停取消那些航機 每天都竟取消很多機 擔心農曆年的時間 會取消她父母的班機 這個不單止是她家人的旅行 更加重要是參加她的婚禮 她為免有閃失 已經提早半年前訂機票 就說沒有想過到後來 都是要大家擔心的 在說最怕不可以成行 何小姐就說 她近日已經透過訊息 向國泰查問最新消息 就說要有定最壞打算 話說她父母的班機真的要取消的話 那麼國泰可不可以 就是幫她轉同一日的機給父母 這樣 那麼國泰那邊就說不可以保證 那麼何小姐就表示 就說如果父母遲一日機 都沒有辦法參加她的婚禮 就說結婚人生大事真是一次 最壞打算就是父母是參加不到這個婚禮 另外星島申訴王也都接獲陳先生的申訴 她在上個月聖誕長假期期間 去了日本旅行 誰知一出發就遇上航班取消 就說本身是搭凌晨機去東京 去了機場一路上才說是押後 後來直接登機前半小時才知道原來那班機要取消 陳先生說當時同一行班的旅客 都要排隊拿回行李離開 就說帶著小朋友很煩的 寶寶都睡著了 每個人就群拉褲子去登記拿回行李 最終陳先生是要再多付四千多元來購買另一張機票 才能夠按原定行程出發 國泰連日來有就今次事件發聲明解釋 承認低估聖誕節和新年期間所需要的後命機師的數目 但一眾旅客對於國泰的回應都表示不收貨 星島申訴王在今個星期四 1月11日到機場視察 但這一天就已經有至少20班航班取消 涉及香港、非北京、成都、高雄、曼谷和吉隆坡 記者在現場問過多位國泰航空的地勤人員 說一提到再有航班取消 他們都一念無奈 更加直言現在每一天都是被人罵 就說都習慣了和沒有辦法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國泰不斷取消航班的情況沒有停過 儘管高層發聲明說會努力 致力維繫這個農曆新年期間的航班運作 不過大佬 越來越多的苦主上水 有些人就不在香港飛 可能在東京打算坐國泰回來又取消了 結果裙拉褲勒 臨時臨急又要搞一些取消機票 又要拿回行李 自己又要買過另一張機票 還未必有得賣的 另一張當中有苦主就說自己在外國搞這個婚禮 父母早半年前搞定機票 現在才說可能會取消 還未知會不會取消 通常是早一日甚至早一個小時都試過 突然之間跟你說不可以飛 結果你在去機場都沒有用 郭泰最近不斷被人罵 難怪地勤人員都很慘 不斷受氣 但他們都不想 不是他們說是 是高層 怎樣應付後補的機師 若然你沒有那麼多機師 你為何要賣那麼多張機票 離譜 另外也說過這宗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香港仔男司機留遺書 車內燒炭死亡 報道的內容提到 香港仔發生車內燒炭案 在昨天晚上7點多 警方接獲一名男子報警 說他36歲姓譚的兒子 是傳短訊給親友 透露輕生的念頭 之後失去聯絡 救援人員其後 在南朗山道近 香港青少年培育會 的一條小徑的旁邊 發現事主的私家車 當時他昏迷車內 旁邊擺放了一盆炭 消防港治破槍救人 當時男子以陷氛迷 由舊車送往 倫敦至醫院搶救 最終證實不治 警方到場調查 在現場檢獲遺書 正在了解男子輕生的原因 而攝氏的私家車 亦由事主的親友洗走 現場所見 距離私家車不足20米的山邊 放有多專的觀音像 還有佛像 以上來自《星道日報》的報導 軟死者安息 近期燒炭的案件 真的特別之多 希望各位網友 多加關心身邊的朋友 多一兩句問候都很重要 令B商大家最重要 在艱難的日子 互相扶持 因為始終都有愛惜大家的人 我是狂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